透过冬令救济串联爱心 同时也让大众学习 舍弃兼贪 功德山宽如法师 若时菩提心屡见菩萨道 发放玉含冲锋外套 睡袋防寒手套 暖暖包 以及金装大杯咒法本 与大杯咒水等物质 让皆有与弱势边缘户 能温暖过冬 念大杯咒就会都遇到贵人 很多事情也会健康 也会长寿 也会精神好 还有很多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世 我们的命运会更好 未来世能够心想事成 现世也可以心想事成 因为我们是有下一次的 所以我们是这一生 因为有下一次 所以这一生值得修行 未来世铺路 未来世铺路 这很重要 所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透过我们对佛法的信心 那么认识 然后能够接受的话 有信心的话 你命运会得以改变 这次的公德山救济活动 串联大家的爱心 让大家练习舍弃自己的奸贪 并透过慈颂大杯咒 令一切众生恶业重罪灭除 离苦得乐 宽如法师开示 只要存善心善念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持送大杯咒 及观世音菩萨圣号 可以改变这一世 及未来世的命运 十方新闻 黄慧如欢凯节 桃园采访报道